今日的ET个股推介是快手1024 选选原因是内地加强扩大内需战略 加上农历新年节日章志 消费娱乐相关行业看高一线 先上娱乐相关行业包括在线视频、游戏、直播等版块 历年来一月表现都是突出的 直播率吸引 在线视频股例如快手建议部署低级 快手持续降成本、增效率 驱动头三季的收入达到658亿元的民币 按年上升百分之16.3 期内DAU达到3.5200万人 按年上升百分之16.2 月活跃用户达到6.03万 按年上升百分之13.2 韩国综合预测快手亏损持续收窄 2024年首次录得盈利 策略上快手昨日收报是66.9 建议在62元币级 上网债73元 跌穿55元就食而減辞 掉下方小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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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分 drug 准备 没参加 掉下方小吃 准备 好 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